想问什么你就问 我就是想问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知道你的秘密了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不知道你就是爆料人 如果我没有帮你清除掉 你遗留下来那些证据 你是不是就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说什么傻话呢 我这么做 就是在努力挽回我们的感情 因为我爱你 在这之前 我真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一直在帮我 你真的不怪我 毕竟 我是背着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只会更加珍惜你 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 对我们两个人感情有信心 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长久 你说对吗 小傻瓜 是不是有人对你说什么了 小傻瓜 没有 这林总关于最新的价格 小傻瓜 这林总吩咐过了 市场不可过了 暂时就不拉您费心了 你这狗眼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 明眼人都知道 你那么做完全是为了公司 要怪就要怪那个把你捅出去的人 要不是他 这会儿大家 就该 庆祝你升任VP了 这都不是事 我肯定能完美解决 这我干吗 我跟你说江喜 你说我都观察你好几天了 你说你怎么说也是个主管 你这每天都干秘书的活 我看你都已经给老板 这每天都冲咖啡呀你这个 我是真的不好戏呀 你说经过团签这么一闹 你是靠什么本事 又重新回到魏彦身边呢 你说什么 我不太轻视 你听不太清楚呢 那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白点 我知道是魏彦向媒体报得了 我也知道你手里面一定有魏彦的把揹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先别着急否认 听我把话说完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你只要帮我扳倒了魏彦 他之前许诺给你的 我也都给你 当然了 他不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那你说什么 魏彦给不了我什么 不是你就别装糊涂了 不是你和魏彦的关系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能看不出来吗 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跟你只不过是玩玩儿 而我不一样 我单身 你只要愿意 随时随刻可以 这大光明的出现在我身边 神经病 你别着急 我来不是跟你谈感情的 我是来另谈合作的 你想找个大叔 我想扳倒魏明 咱俩各取所需啊 谁都不归啊 你死了这条信 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不是 江西 你先别把话说那么死 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就像魏明这种人 他是绝对不允许自己 有什么把柄 攥在别人手里面的 他之所以向你示好 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的 所以你如果现在 不跟我联手的话 会跟我一个下场知道吗 不是 不是 你这么漂亮的 个姑娘怎么不知道好歹呢你 我去找你啊 为什么约我来事 这公司全上下 也就这儿没有监控 谨慎点好 你这主动约我是想明白了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是需要找一个靠山 而且你比闻民年轻 又是钻石王老五 跟你在一起 我不亏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江西 我一开始就认为你是聪明人 不会让我失望的 其实你一进公司 我就注意到你了 虽然这几年吧 把我三番五次地向你示好 那你始终不领情 我没关系 你现在肯回头也不晚 只要你肯跟着我 保证你以后在方舟 就只剩下一帆风顺 前途无量 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为别人把柄啊 我没有啊 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 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 不过我很好奇 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告诉我你 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酸酒 得让他吃点教训 其实你一进公司 我就注意到你了 这不是 这些电话 你说我三番五次 那是好 你始终不领情 我没关系 你现在可能回头也不晚 只要你肯跟着我 我保证 你在方舟就只剩下 一番风顺 舔走不亮 我以为你整天时间 要这么多气 你真让我挺失望的 这不是 这事不是 相信 你真的是个干大事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要替你出头了 当然要替你出头了 你现在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没什么好担心的 该担心的人应该是分开 只要跟陶色新闻 站上关系 谁管你是不是受害者 你以我的名义 群发了邮件 你搞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你让我以后在公司 我怎么做人呀 泄露用户资料的人 是冯改 再加上性骚扰女下属 性冯的已经彻底出局了 等我当上了VP 谁要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 我让他从方舟彻底滚蛋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一会儿下班 我陪你去逛街 想买什么买什么 嗯 读情 警察 闭新 听起来 我跟你说啊 亏我那么相信你 你竟然和庆圣的一块来算计我 我跟你说将写 你这么等着 你 意 怎么意思 你还想装我吗 兄弟呢 给我等着我跟你说 不会有好结果的 干吗 怕了过来装我 过来装 不是来装我吗 装啊 来装我 我跟你说 你们两个狗男女 又不得好死